印度农村女人来大姨妈 你知道有多惨吗 她们必须离开农村 和其他来越市的女人住在一个简陋的屋子十天 理由是男人们都认为来姨妈的女人无比肮脏 连碰都不想碰她们 可阿米却是男人中的爱妻模范 深切的她心疼老婆做饭时切洋葱流眼泪 她就改造了个自动切洋葱鸡 心疼老婆洗衣服伤手 她每次都抢着来做 可这天老婆突然慌忙跑出阳台 阿米想上前询问 老婆却支支吾吾 觉得这是当众说出来很羞耻啊 阿米后来才知觉 原来老婆来了姨妈 她想劝对方回屋里待着 可老婆却以习俗问题为由 坚持要待在阳台五天 怕的就是脏了阿米 阿米劝不过老婆 晚上只好偷偷溜到阳台照顾对方 第二天 阿米发现老婆正在晒一块脏布 她立马意识到 这就是对方来姨妈反复用过的护垫 她不理解了 自己都不会拿着脏布去擦车子 老婆却用来当护垫 心疼老婆的阿米 连忙跑去买护垫 不知道的人都以为 她在和别的女人秘密接头 谁知回去后 老婆一看 这么贵 价格55卢币 本来就穷了 拿这钱去买吃的不好吗 赶紧拿回去给我退掉 阿米思索片刻 确实这护垫卖55卢币 实在是有点贵 她拆开护垫研究材料 这不就几块棉花加片布料吗 我自己都能做出来 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 阿米连忙跑去采购棉花和布料 设计出了第一代自制护垫 她拿回去给老婆 谁知老婆还是用旧脏布 理由是 她做的第一代根本没用 还把自己的衣服搞脏了 阿米不甘心 她又做了第二代护垫送给亲妹妹 结果 妹妹觉得自己被羞辱 当场就哭得很大声 我太难了 阿米依旧不死心 就在她思考改良方案时 村民说 作为一个设计师 设计出的每一件物品 都应该亲自去试用 阿米这一天 立马有个大胆的想法 这男人拿着条女士内裤 再在上面放上自制护垫 接着滴上红色色素 最后自己穿了上去 她坐起深蹲 开始跳高 你猜她要干嘛 她要给老婆做出能用的护垫 摆脱使用脏布的日子 一开始她还开心 色素没有露出 可走大街上没几秒 低头一看 完了 露了一裤子 阿米赶紧丢下单车 跳进河里 红色素还把水都给染红了 这下可好 阿米不仅让老婆当众感到羞耻 就连村民都指责她是个变态 哪个男人会有病 去发明护垫备受屈辱的老婆 都认为对于女人来说 屈辱比起来姨妈才是最大的疾病 最后 老婆被接回娘家 阿米却决意前往城市研究出 能够真正使用的护垫 她找到研究所 咨询市面上的护垫 用的到底是什么材料 这才知道 里面用的不是棉花 而是纤维素纤维 但研究人员不知这东西在哪获得 要是知道 他们都去当大学教授了 阿米这一听 下一秒就去给一位大学教授家里当保姆 想着能偷摸学点什么 可对方日忙夜忙 阿米工作几天都不见教授人影 还好在对方儿子的帮忙 阿杜才知道 纤维素纤维是由一家美国公司售卖的 阿米灵机一栋 假装自己是位大客户 骗来了一箱纤维素纤维样品 可寄来的却是一块纸板 就在阿米怀疑自己 被套路时 身旁的金毛发现了秘密 原来这块纸板就是压缩后的纤维素纤维 而这一幕也被回家的教授撞个正着 知道阿米的目的后 对方决定帮他一把 表示只要有了这台制造机 每分钟就能做出100个护垫 可知道一台机器价格上千万 你心都凉了 就在准备放弃时 他发现机器的制造流程十分简单 就只有搅拌压缩 包装 消毒这四步 他灵机一动 决定造出一台护垫制造机 阿米找来朋友借9万卢币买材料 他用铁桶改造成搅拌机 用几块铁片做压缩机 护垫成行了旧手动包装 最后再用消毒柜消毒 第一批的护垫就成功制造了出来 阿米想找个来姨妈的女人 是用自己自制的护垫 碰巧接上来了两个女人 对方支支吾吾问他 哪里有卖护垫哪种 阿米反手就掏出自制护垫 我这 我这就有 女人都奇了怪 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印度男人带着护垫 等到第二天 阿米找到昨晚来姨妈的女人小美 问对方的使用感受 小美表示 不就和世面的护垫一样 阿米开心坏了 研究这么久 等的就是这句话 而身为卫生院学生的小美 得知了阿米的日夜研究后 特意去参观了她的护垫工厂 并表示会全力帮助对方 就在阿米被朋友催债还钱时 小美说会有一场国际设计大赛 第一名可以拿到20万 如阿米这一天 又找朋友借了路费 拿着发明的机器 参加了设计大赛 她英语不好 唯一能说的 就是自己发明的护垫 只用两卢币 而她也凭借日夜的努力最终拿下 拿10万大奖赛后 小美告诉她 将来会有数家公司 找她竞拍专利 到时可就有成千上万的收入 可阿米却不想这么干 要是机器名气大了 那么机器会变 护垫也会更贵 为此 她回到了村子 决意帮助成千上万 还不能用上护垫的女人 小美也被她的真诚打动 决定帮其推销护垫 也正因为女人更加了解女人 不仅更多的女人来购买阿米护垫 还有许多失业的女人 去到阿米的小工厂打工 这样一来 既保障了女人的健康 又提供了她们就业的机会 大获成功的阿姆 还受邀参加联合国的国际演讲 尽管她说着一口咖喱味英语 但她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伟大或强大的男人 没有让国家强大 女人强大 母亲强大 姐妹强大 国家才会强大 如今的程度 只有18%的女人能用上护垫 但阿米立下誓言 要让所有女人都用上护垫 最后 阿米得到全村人的肯定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而她也和老婆重归于好 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这样一个伟大的护垫 不也属于这个世界的 一名超级英雄的 在此我们为这个护垫侠英雄男人点赞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蓝姐 我们下期再见